我们来进行第二个阶段的部分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是一个video 但我们已经把一张照片 从它本身捡起来 从它本身汇出 就教过了 记得看前面那个video 把它汇出 然后呢 你要点它 把它汇出 放大 把它汇出 放大 减形 减成圆形 然后再把它移动 这两个重复 位置尺寸与旋转 重复用了两次 概念你要懂 你可以一直重复 它继续一直往上加 你可以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就是以这个为准的去变化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图像是在这边 这个是 这个图像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对图像 再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其他颜色的变化 我们放在这边 这样你理解 看起来会比较准一点 有几个跟图像相关的滤镜 我先绣一遍给你看 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有印象 首先呢 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什么 有时候最需要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不透明度 有看到 不透明了 没有 开始开始这样子东西 尤其是文字 我们常常看到 你都不透明度 那这个地方是完全透明 就这样子 好 那你如果不要的话 点它 点它不要的话 按一下减号就不见了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不透明度看完之后呢 亮度是我们常看到的 我们常常把那一张照片的亮度稍微调一下 是凸显出来了 有没有 我们常常会这样 你看电视画面都是这样子 特别把它亮度加大 稍微凸显一点 但某些需要你需要把亮度减低也可以 那按这个地方 就是恢复到预设值100 好 那么就往下加 亮度 不行啦 等一下 好 没关系 等一下再来 那亮度有了之后呢 有一个东西我也常用的 就说我自己在用的过程中 我先教你有几个东西 我们比较常用的 等等等等 我说就我们新闻而言 我们新闻而言常用的就这几个 我们也没有太多太复杂的地方 然后 这个饱和度 饱和度呢 你看这个彩色了 对不对 亮度我们点它 你看你点它就回到这个地方 在亮度这个地方 我们亮度稍微加亮一点 好不好 这样你才会知道嘛 它才会跟你的背景 有一些突出跟说明 饱和度呢 我们有时候需要某种灰阶 你要把它变成灰色 饱和度拉到0 有没有 就灰色了 有时候 有时候剪辑上某些东西要加灰色 或者背景你要加灰色 或者背景你要加灰色 也可以啊 背景是这一个对不对 点它 这个背景现在是0对不对 加它 然后呢 这个 把饱和度 变灰 有没有看到没有 这样子就凸显出来了 你也可以把背景变灰 然后这个地方就凸显出来了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就会是这样子 点它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饱和度呢 你如果把它拉到0就变灰了 就会这样子 那这个饱和度我们也跟它 好了这样子 这样比较容易凸显出来 预设值 有没有 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不行 因为等一下我要浇的东西不一样 好了没关系 那再往下加 饱和度有了 浇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常用的是哪一个呢 还有几个要用的 那个其他的比较不重要 这个我们也常用的 这个 马赛克 有没有 马赛克 我们有说人头 把他抓出来 人头马赛克 你可以收小一点 马赛克 这几个是我们常用的 就是我在教你 我在教你这几个 我们常用的 那你不要的话 就去把它这样子 我们常用的滤镜 就会是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呢 我来看看 我自己常用的 其他你愿意练习 就好好练习 这几个是因为 我们在做新闻的状况之下 比较常用的 这块是模糊 在模糊 你也可以是马赛克 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 模糊 所以这边有什么 高丝模糊 有没有 我们是常常看到很多 电视是会用高丝模糊 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模糊掉了 你故意把高丝模糊掉也行 就说如果那是个人 那个人很重要 你要把它模糊的话 就是用高丝模糊 这个也是我们这样看到的 这一个部分 就是使用这一个 我们在用照片的时候 几个我们常用到的 我顺便先让你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那个状况 还有什么要的 那像什么树苗 这个我就不教了 这个就属于比较艺术化的 艺术化的过程 我就不讲了 好 就会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教的就是 这个比较短 各式各样 跟图像相关的 我们常常用来处理图像的一些滤镜 尤其是我们新闻系 常常会碰到一些滤镜 大概我们在这个地方 特别跟你教一下 让你在处理上 会变得更好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比较简单 第二支 我们教的比较简单 交到这边